新聞一開始我們來關心 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林志堅 身陷論文抄襲風波 連帶也衝擊了民進黨的整體選情 林志堅今天宣布退選了 民進黨中午也召開了臨時選對會 考量到論文風暴 恐怕會讓選戰失焦 決議掙錢換假 改由立委鄭運鵬來接綁 而林志堅也表示 他個人努力不夠 論文寫作有瑕疵 造成了社會困擾 深感抱歉 而他也選擇離開選戰 但是會在另外一個戰場捍衛清白 讓選舉回歸到正軌 而被黨徵召參選的鄭運鵬 也選舉表達願意承擔 他強調桃園鐵三角 鄭文燦林志堅和他 將會一同打贏年底選戰 我選擇離開桃園市長 選舉的戰場 即將在另一個戰場 捍衛自己的清白 我由衷的期待 選舉可以回歸正軌 深陷論文抄襲風波的林志堅 牽動民進黨二零二二年年底縣市長選情 民進黨十二號中午臨時召開選對會 考量對手猛攻論文抄襲 恐讓選舉失焦 因此決議政前換將 改派立委鄭運鵬上陣 不過因為我個人的不夠努力以及在寫作上的一個瑕疵 衝擊台大與中華大學 寧靜的校園 甚至於審議制度引發大家的一個撕裂 這些都是我不願意看到並且感到相當抱歉 目前選舉的鐵三角鄭文燦市長林志堅候選人跟總幹事鄭運鵬三個人搭配非常好 大家也一致同意由鄭運鵬委員來接棒 民進黨秘書長林錫耀表示蔡總統在選對會上對林志堅遭遇冤屈為了大局而退選以切割戰場感到不捨 但仍然相信林志堅的清白 而在民進黨宣布換間被徵召參選桃園市長的立委鄭運鵬 選擬出面表達願意承擔 我願意接受選對會的青睞跟徵召 代表民進黨來參選桃園市長 我本來就是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所以這樣的一個團隊我們無縫接軌 然後換個角色會速度更快 改由鄭運鵬擔任市長候選人 我們其他的隊形調整很快都會完成 而且我們也會贏得最後的勝利 鄭運鵬表示桃園鐵三角將繼續存在 接下來將整理鄭文燦的政績 林志堅的創新政見 按部就班來推動 林志堅也說桃竹本來就是一家 未來他不會離開也請支持者力挺鄭運鵬 相信鄭運鵬能反手圍攻 記者台北桃園綜合報導 在這裡未來就是一家 警察局局局長 警察局局長 警察局局長 警察局局長